岛上护卫早在黑面大旱攻击的时候就发现了异常 此刻看到古皇等人 立刻就飞扑了过来 同时嫡妻的警笛声响彻岛屿 其他地方的护卫也朝这些地方快速的汇聚 雪莉长笑一声 区区砸兵 交给我们 说着飞射而出 手中大幅化作一道血色匹炼横扫 呼啦一声啊 当即有数十名鬼兵被拦腰斩断 古皇身后的七人也立刻射出杀向那些鬼兵 而韩丽等人也不好作弊上官 也祭出各自仙气纷纷出手 岛上的鬼兵一个个实力都非常强大 虽然没有大罗存在出现 太已经实力的却是比比皆是 而且数量众多 是以韩丽等人虽然占据上风 一时也无法杀进敌人 被挡在原地无法寸进 都退下 古皇眼中闪过一丝不耐 挥手让众人退后 身上古白色的光芒一闪 一股古白色的光芒从其身上飞出 成扇形朝周围扩散而开 瞬间横扫了整个岛屿 岛上的鬼兵护卫一碰到古白光波 身体便立刻皮开肉绽 鲜血飞溅 他们的骨架从体内自动跳了出来 然后砰的一声暴裂而亡 一时间呢 整个岛屿各处闷响不断 残肢飞溅 场面一度血腥至极 整个岛屿上的护卫几乎瞬间死绝 只有那些白石殿附近的少数鬼兵 躲过了一劫 此刻石殿上浮现出一层半球形的暗红光照 把整个石殿笼罩在其中 挡住了那股古白光波 血力再次大赞 古皇前辈神通广大 这是让我等叹为官职啊 其他几人也都由衷地赞颂 而石殿入口前的牛头马面 两名原本助力不动的鬼将眼见此目 猙獰可怖的脸上终于动容 他们一边召集残存的鬼兵守住入口 一边派人向殿内通报 中土仙玉之中有一片古怪的大陆 名曰齐天大陆 这片大陆上的本土修士并不热衷于修炼仙术 也不醉心于炼丹炼器 却人人喜欢修炼浮龙旺气之术 那浮龙旺气呢 顾名思义便是通过旺气之术探查他人命术气运 从而推测其大道运程 乃至未来修道可能企及的高度 世俗人间中有人以此处探查身负龙气的天命之死 通过辅佐其逐入天下 最终得以建立世俗王国来获取巨大的利益 而山上仙家则以此处寻找尚未成长的修道种子 往往精通此处之人 甚至能够与同志尚未涉足修仙一道时 便能探查出幼儿未来的大道前程 从而帮助仙家宗门搜罗修道天才 稳固宗门根基 进而获取丰厚的报酬 而齐天大陆之所以兴盛此事 与其上最大一家宗门干系颇深 此宗门名为补天宗 仅以一宗之事便占据了半座齐天大陆 宗门传承了无尽岁月 门下更是弟子无数 常有先天补天后有卦 万象不出此宗中的圣名 可以说世间占补问卦之术 皆以此宗为祖宗源头 除了善于占捕问卦和望起扶龙之外 补天宗更有一门秘术 为仙界各方势力津津乐道 既以仙天神石炼制各种 暗和天机造化的预测之物 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仙灵两界 皆有分布的混沌万灵榜 此物能洞悉部分天机变化 于玄天灵宝诞生之前便能预示出来 当年灵界之时 玄天斩灵剑上尾出世 混沌万灵榜上便有预兆 甚至能够指明其现世区域 可以说是颇为精准了 然而圣明之下 补天宗修士下山历练 却通常不以本宗身份行走 而是常常或隐瞒身份 或以别宗修士身份掩饰 混迹于各大仙域之中 其宗门位于齐天大陆东部 占据了卧龙 周天 百计 三条大型的山脉 其中以卧龙山脉为主要根基 一门重心皆在于此 补天宗最初创立的宗门 就位于卧龙山脉里 主封龙启风更是如今宗门的绝对禁地 除了当今的宗主和寥寥 数位太上长老之外 任何人都不得踏入半步 与龙启风相邻的问天风 便是宗门核心弟子修行所在 风上各处皆有望天祭坛 随处可见身着黑色长袍的 补天宗弟子于祭坛中问天修道 此刻位于山顶上的一座 突出风外的祭坛上 正有几名神色恭敬的补天宗弟子 跟在一名身形颇为高大 面容十分严肃的老者的身后 似乎是在请教些什么 一名养首人身的妖族弟子 抱拳问道 浮风长老 弟子们即将奔赴各大仙域历练 不知您还有什么嘱托吗 被众人换作浮风长老的老者 缓缓地说道 下山之后 你们多半会奔赴各大仙域的 非仙台认知 只需要记住一件事 不要轻视任何一个 下界飞升而来的修士 这种人无论心性资质 通常都远胜仙界本土的修士 谨资教会 妄及黑言 为本族立身之本 弟子们不会侵蚀任何一人的 众人纷纷称道 浮风长老面露沉吟之色 又说道 至于从传说中那些失落界面 飞升而来的修士 不可妄加推言 能交好时便交好 不能交好时便要当断责断 斩断一切因果 不能再有丝毫前连 众人闻言 虽不明白他为何如此说 但也都纷纷硬撑下来 等到所有的人离去之后 那位浮风长老站在祭坛边缘 平澜远眺 眼中闪过一抹追忆之色 扮上之后 老者喃喃自语说 也不知 此子如今 究竟走到何种地步了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